当世界变得错综复杂 我们常常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 这股力量是有社会价值 规范和期望编制而成的网 每个人无一例外 都在这张大网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但有时候这网太过紧密 让人传不过气来 正能量曾是人们心中的直背心 它代表着希望进步光明的未来 然而当正能量变得陈词烂调 甚至变得苛责 当它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只剩下空泛的字眼 人们开始迷失开始质疑 这一切究竟为何而存在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一点厌世哲学 不是那种消极的放弃 也不是对生活的轻蔑 而是像庄子那样的厌世 一种出世之心 入世稀有的态度 一种深刻的认知 看透着世间的虚妄和表象 庄子一位古代的智者 他的思想至今仍为人们所铭记 他看透了事情 厌弃了俗情常规 他在无知无用中找到了真挚 他在被称为废物中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如今当社会用各种价值观来定义你时 当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声音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像庄子学习或许是一条出路 学习做自己 不是走中心 不是膨胀自己 而是放下自己 放下那些繁琐和徒劳 在厌世哲学中 我们学习接受世界的不完美 我们学习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平静 我们学习在压力之下保持自己的本色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但它是一条值得走的路 因为在这条路上 你会遇见真正的自己 在这条路上 你会学会用自己的眼光来评价世界 不再仅仅是社会的价值观 不再仅仅是他人的期望 而是你自己的理解 你自己的选择 当正能量的标签变得暗淡无光 当成功的模板不再适合每个人 你将如何选择 你将如何定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庄子曾说天地与我并守 而万物与我唯一 在这一句话中 蕴藏着深刻的哲学 他告诉我们 与其寻求外界的认可和定义 不如回归到自身 感受那与生俱来的联系和和谐 这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考 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当你能够把握住这种艺术 你会发现生活变得不一样 那些外界的声音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那些社会的框架变得不再那么束缚 因为在你心中有了一个更强大的指南针 它不是外界给予的 而是你自己发现的 它不是别人定义的 而是你自己塑造的 在这个指南针的指引下 你将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也许 这正是我们在这个纷乱时代所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正能量口号 不是更多的社会框架 而是一颗能够看透世界 却依然选择热爱的心 一颗能够在混乱中找到平静 能够在压力下保持自我的心 最终 这条路会带你去往何方 或许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这条路上你找到了自己 重要的是 在这条路上你活出了自己 所以 当正能量不再是普遍维系人心的力量 当社会用各种价值观来定义你的时候 不妨停下脚步 转向庄子的智慧 在厌世哲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指引 不再迷失在外界的声音中 不再徒劳地寻找别人的认可 而是在自己内心深处 找到那个真实的你 这条道路可能并不平坦 但它值得你去探索 值得你去行走 因为在这条道路的尽头 你将遇见最美的风景 那就是真正的自己 在这个效率质上 成果导向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听到有用二字 有用似乎成了衡量一切的金标准 成了我们不断追逐的目标 但在这股潮流中 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角度的存在 那就是无用 无用至词 在我们耳中听来似乎带着贬义 当你发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 似乎没有什么用 或许你会感到沮丧 或许你会自我质疑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废物 但在这里 我们来聊了一位古代的智者 庄子 他在千百年前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他说 人皆之有用之用 而莫之无用之用也 这句话 看似矛盾 却蕴含着深远的哲学智慧 庄子告诉我们 大家都知道有用的东西才是好 但却不知道没用的东西 才能保有自己真正的价值 在这个快节奏 效益驱动的时代 这样的观点显得格外突出 它挑战了我们对于价值和意义的传统认知 当我们将所有事物都已有用来衡量 我们可能会忽略了那些在眼前看似无用 但实际上却拥有不可替代价值的事物 比如说 艺术 梦想 甚至是闲暇 这些事物在传统意义上可能不被视为有用 但它们却是丰富我们内心世界 启迪我们灵魂的关键 当你觉得自己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用处 当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废物 或许你可以从庄子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 或许你会发现那些被视为无用的部分 其实正是你最真实 最独特的地方 无用并不等同于没有价值 在某些情况下 无用反而是一种解脱 它解脱了我们对于效率和效益的追求 它让我们有机会回归到最本真的自己 想象一下 一棵树 在我们眼中 它可能就是一棵树 没有太多的用 但它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它为鸟提供栖息之所 为地球提供氧气 为我们提供阴凉 这棵树不需要做任何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用之用 同样的 当你觉得自己似乎无用 或许你可以想想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在这个讲求实用 快速的时代 我们往往忘记了生活的本质 忘记了存在的意义 我们忘记了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 有时候无用才是最真实的用 庄子的智慧 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考 它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存在的艺术 它告诉我们 即便在看似无用的时刻 我们也能找到价值和意义 它提醒我们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夜晚 星光依旧闪烁 所以当你下次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废物 不妨停下来 深呼吸一下 回想一下庄子的话 人皆之有用之用 而莫之无用之用也 也许你会发现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中 无用正是最美的礼物 在这里 我们不谈效率 不谈成果 我们只谈存在 只谈生活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无用之用 让我们一起重新探索这个世界 不是从有用的角度 而是从无用的角度 让我们一起 找回那个最真实 最本真的自己 因为在那里 你将发现 无用其实是最美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在寻找真正的自己 我们追求名声 追求地位 追求物质 想借此确认自己的存在 然而 当这些外在的标签被剥离 当一切归于平静 我们常常发现自己迷失了 我是谁 这个问题 庞扶是一个无底洞 无法找到答案 正当我们感到困惑和绝望之时 庄子的话语 似乎给了我们一丝光明 金肘无丧我 汝之之乎 庄子问道 这句话 简短却深奥 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意涵 我已经杀了我自己 庄子这样说 因为在他看来 无我才是真我 这种观点 在当代社会看来 或许显得反直觉 毕竟在这个强调个性和自我表达的时代 无我似乎等同于不存在 然而 庄子的无我 并不是指的不存在 祸丧失自我 而是一种超越自我中心 超越个人欲望和执着的状态 当我们放下那些外在的标签 当我们不再被自我所囚禁 我们或许能够更接近那个真正的自己 这种无我的状态 其实是一种自由 它解放了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更真实地体验这个世界 不被承见所限 不被执着所赋 我们得以更加开阔地看待一切 想象一下 当你不再受困于 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框架 当你不再被我必须达到 什么目标的压力所折磨 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 更加自在 这种状态也许正是庄子所谓的真我 它不是由外在所塑造 不是由他人所期待 它是一种内在的平静 一种与世界和谐共存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不再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标签和身份 我们学会欣赏每一个瞬间 每一次呼吸 我们学会珍惜与他人的联结 而非竞争和比较 这种无我的生活方式 似乎与现代社会的步调格格不入 然而 正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 我们更需要这种平静和自由 当一切安静下来 当我们放下所有的负担 我们或许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发现那个被忽视已久的真我 这并不是说 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而是说 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我们不要失去自己 在努力达成目标的过程中 我们不要忘记享受过程 庄子的智慧 指引我们走向一条不同的道路 这条道路或许没有明确的终点 没有华丽的奖杯 但它充满了探索的乐趣 充满了自我发现的惊喜 当我们不再被自我所困 当我们达到那种无我的状态 我们会发现 那个真正的自己 其实一直就在那里 它不需要被找到 因为它从未真正的丢失过 所以当你感到迷失 当你找不到真正的自己 不妨回想庄子的话 今者无丧我 辱之之乎 也许正是在那个无我的时刻 你会发现你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自由 或许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 而是在于我们能够放下多少 当我们放下对自我固执的追求 我们就能更自在的呼吸 让我们学习庄子的智慧 探索那个无我的世界 在那里 我们将发现自由 平静 和真正的自己 记住 有时候 无才是最真实的有 在这曲折扮演的人生道路上 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些 让人窒息的难关和阴霾 我们常常感到不公 感到世界对自己太过苛刻 为什么我 为什么总是我遭遇这些困难 而在这些疑惑和不解的时刻 庄子的一句话 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 天无私负 地无私在 他这么说 简单的话语 背后却隐藏着深远的哲理 想一想 天空不曾因为某人而变得更蓝 大地也不会因为某人而变得更坚固 他们对万物 一是同仁 没有偏爱也没有歧视 一切的好与坏 归与见 在他们眼中 都是生命丰富多彩的组成部分 当你觉得自己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难道不是这些挑战与困难 塑造了今日的你吗 是的 他们或许让你疼痛 让你失落 但同时也让你成长 让你坚韧 人生中的每一次跌倒 都是一次学习战力的机会 每一次失败 都是一次更接近成功的经历 如果你够勇敢 不妨就用你现在这个样子 去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因为真正的勇气 不是在顺境中的昂扬 而是在逆境中的坚持 它不是在你拥有一切时的喜悦 而是在你失去一切时的不屈 这样的人生 才真正值得骄傲 才真正充满意义 想想那些伟大的人物 他们的人生 难道是一帆风顺的吗 不 他们也遭遇过困难 也经历过挫折 但正是这些经历 塑造了他们的伟大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片天地中的一分子 我们的存在有其独特的意义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 都不要忘记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人生是无可替代的 庄子教导我们 接受人生的祈福 拥抱命运的轮回 因为只有在接受中 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和自由 只有在拥抱中 我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全部复理和温暖 所以当你觉得人生道路充满不顺遂 不要急于逃避或抱怨 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它 勇敢地活出自己 因为正是这些不顺遂 塑造了一个更真实 更完整的你 记住 无论你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 无论你遭遇了什么困难 你都有力量去超越它 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奇迹 因为天地对你始终公平 它赋予了你生存的权利 也赋予了你战胜困难的能力 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部独特的史诗 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追逐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犹豫 即使前路坎坷 也要勇敢地走下去 因为在这旅程中 你会发现自己的力量 你会发现自己的光辉 你会明白 每一次的不顺遂 都是让你更加璀璨的磨练 当你回首这一路的风景 你会感谢那些 曾经让你痛苦的时刻 它们让你更加坚强 它们让你更加智慧 它们让你成为了今天的你 一个不畏困难 勇敢前行的你 所以当人生道路充满不顺遂 记住庄子的话 天无私负 地无私在 这句话 不仅仅是对天地的赞歌 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赞歌 因为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我们都是这宇宙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的价值 从不因困难而减损 从不因错者而褪色 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 让我们用勇气 写下自己的篇章 让我们用坚韧 谱写自己的乐章 因为在终点之前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前行 天地对我们始终公平 它不会偏袒 也不会忽视 因此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都要勇敢地活出自己 在这片天地间 为自己 也为着世界 留下一段不凡的旅程 这就是庄子告诉我们的 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